謝謝 謝謝林毅 首先先跟大家講一下這張照片是我在印度拍的 這群同學們他們遇到這個洞的時候 想到的是我要跳過去 那接下來先自我介紹 我叫Kate 許欣偉 大家知道我是師大附中畢業的 那我之前念的是師大英語系 然後之後回到師大附中擔任英文代理老師 我教書教了兩年 在場有我的學生有一個在哪裡 心電高中的那個學生 在那裡 事實證明我以前是老師這樣 那我現在已經退休了不好意思 我現在做的事情叫做DFC台灣 那我可以用生命跟大家保證 他跟某素食業者沒有關係 那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我們呢 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情呢 事情原由是我的孩子們 大家有看到我在哪裡嗎 這是我的學生 我在這裡 我在教書的時候其實一直遇到一個問題 孩子們會跟我反應 老師上課學了這麼多東西 我為何所學 為什麼我要念書 為什麼要算數學 為什麼要算英文 為什麼這世界要給我這麼多的價值觀 可是呢 卻沒有一個人給我一個機會 去把我學的東西用出來 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喔 我們都知道這麼多事情 但是卻沒有去 沒有一個機會讓我們去做到 這是一個很吊詭的事情 也就是說 學生們他們常會遇到這樣子的 知道跟做到 知識跟行動之間的差別 大家人都會告訴他說 欸 你好好唸書就好了啦 這些是問題不關你的事情 好啦那我在當老師的時候呢 我因為常常被學生問說 老師 你齁那個 為什麼我要念這麼多書 那我那時候不知道答案 一直到這一個人 我在Ted上面看到他的演講 2010年的時候 我看到Kiden Beresetti 他在網路上 他告訴我們 欸 念書 是要來改變世界的 念書 是為了要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因為你要有工具 好啦 那我覺得很訝異喔 在這場演講 我哭得是稀哩花啦的 我看完之後呢 我發現他講的這個重點 他講的東西叫做DFC 他說呢 你看喔 知識到從知識到行動中間呢 可以有一個橋樑 這個橋樑就在這邊 那我們來看一下 DFC 他的英文叫做Design for Change Design是什麼意思 設計 大家英文都很好 謝謝你們 再來Change呢 改變 為了要改變一個東西 改善一個問題 而去設計一個方式 這就是DFC 可是你看他很特別喔 這麼多英文 白色的字母裡面 竟然有四個黃色的單字 他叫做什麼 I can I can叫做 我可以 或是我做得到 我們希望讓孩子們 遇到問題的時候 以後不要找藉口啦 不要抱怨 不要學我們大人啦 他呢 不要覺得喔 我只有年紀那麼小 我只有一個人 他可以告訴你 我可以用我的方式 來改變這個世界啊 那DFC叫做 全球孩童創意行動挑戰 他有多全球呢 現在在全世界 有38個國家 有3000萬個孩子 一起在做這件事情喔 那怎麼 你可能會覺得很好奇 從印度發源OK啊 但是台灣怎麼會出現在上面 原因是因為 當時我看完演講之後呢 Kira校長啊 我就 應該是說 鼓起勇氣寫了一封信給他 我跟他說你做的這些事情很棒 然後呢 你知道他回我什麼嗎 你覺得我做得很棒 你要不要加入我啊 我心裡想說這位大神 在開玩笑吧 對不對 但是呢 我真的覺得啊 如果我被他 I can的力量感動的話 然後我說 I'm sorry I cannot 那這很丟臉 所以呢 我要給孩子們一個好榜樣 那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即便再多的懷疑 我都有自己說的第一句 I can 好我可以在台灣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呢 殊不知這就是一個 挖了一個大洞的開始 這是我跟他的E-mail 好我花了第一封E-mail 到最後一封E-mail 我花了25天的時間喔 2010年4月2號 一直到2010年的4月27號 我終於能夠了解 什麼是DFC 那我把所有的信 轉給我第一位夥伴 他的名字叫做上官良智 聽起來像日本人 其實他是台灣人 他是 他是我的朋友 是師大夫中的同學啊 那他呢 他也在危機 現在在危機這樣子 那你知道嗎 上官良智呢 我覺得啊 他是更勇敢的一個人 很多時候 我們要發起一件事情 其實是 就是拱大去做就對了 但是要成為第一個Follower 是最辛苦 也是最需要勇氣的 謝謝上官良智喔 那他呢 因為有這件事情的關係 他一直在台灣推動DFC 不過你可能會覺得 那到底DFC是什麼 對不對 好 DFC是四個步驟 第一個呢 我們讓孩子們去感受 感受身邊的問題 再來 想像你可以怎麼解決 最後呢 最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去做啊 不然呢 就是什麼 職上談兵 大學生都說你嘴炮 對沒錯 然後最後面呢 行動 你一定要做完之後 跟別人分享 你到底這個故事是什麼呢 好 但是你看喔 我現在講完之後 如果不給你一個例子 就很可惜對不對 來 這個例子我非常喜歡 來自於去年的 台東縣康樂國小的 台水孔通通樂 這四個同學叫做 又雲直儀 大用跟耀心 超可愛的 他們感受到的問題是呢 五年級 升上六年級之後 哇 教室外面的走廊 怎麼這麼容易淹水啊 淹水的時候 人走過去就會怎樣 跌倒 哇我們不希望人家跌倒怎麼辦呢 他們去問老師 去問同學 去問主任 結果呢 老師跟他說那個 空隙原理不能這樣用啊 然後主任告訴他們說 從來這個問題 已經幾十年了 沒有人解決過 也不是輪到你解決 好好念書 好啦 所以這群同學們就會想說 念書我又不能拿來用怎麼辦呢 算了 不得大人了 我自己呢把鐵絲捲起來 開始來通排水孔 通啊通啊通的 你看喔 本來長這個樣子 後來呢 你要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變這個樣子 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好 然後聽說通通呢 還有那個排 那個什麼那個 癩蛤蟆跑出來這樣 很可愛 可是他們讓我真正感動的點是 這一群這四個朋友啊 小同學 小同學 小朋友 同學 OK 這四個人呢 哇他們做的事情喔 DFC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他們在一個禮拜以內 他們發現 欸我通完這個之後隔壁還沒通 那我也去通一下好了 因為他們的這一股傻勁呢 在這一個禮拜以內 台東市康樂國小的全校 每一個排水口都被他們通乾淨了 我們給他們再度掌聲鼓勵一下 OK 也許有人會說 喔你怎麼那麼沒有創意 怎麼那麼笨 但是我認為這是最棒的行動力 那我在巡迴分享的時候呢 國小的同學 特別容易被這個故事感動 他們會說這太熱血了 OK 好那他們也要來響應 所以呢 慢慢的DFC就越來越有名囉 欸聽得到嗎 師大英語系畢業 放棄了老師的資格 投入兒童創意的教學領域 他希望領導孩子們跳脫 我們要再聽一次嗎 因為這位年輕女孩 在實踐自己夢想的過程當中 也幫助了台灣年輕一輩勇敢追夢 欸我們要不要英文的影片要不要再錄 再錄影要不要再放一次 這可以嗎 好那你要再給我兩分鐘 青年圓夢今天來看這一位 25歲的年輕女孩 許欣偉 師大英語系畢業 放棄了老師的資格 投入兒童創意的教學領域 他希望引導孩子們 跳脫老師所教的書本上框架 學習獨立思考 許欣偉這位年輕女孩 在實踐自己夢想的過程當中 也幫助了台灣年輕一輩勇敢追夢 好 這是我們還慢慢越來越有名的 一直被我Cue到自己的名字 有點那個 OK 然後這是荊州刊的報導 這是第900期 上面有很多免費大家可以拿 OK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好 然後呢 漫漫DF4也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代言人們 女性人 你可以反應這個世界 所以孩子們 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 希望你們 別妨礙了 讓我們一起為唐安土地 盡力點心靈 讓我們一定會很好 世界一定會很好 D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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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F5 DF D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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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以為有沒有我們影響到一萬八千人 然後現在這個數字還一直在增加當中 我們也看到孩子們去改變好多不同的問題喔 所以呢你覺得我們這一跳跳得怎麼樣 很成功對不對 很厲害對不對 結果我們就跌倒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來歡迎讓我們最勇敢的今年的新鮮 我們的石玉華 Jade 哈囉大家好我是 Jade 沒想到其實我加入DFC是一起掉到坑林 然後一起要努力練習爬上來的 那我叫石玉華 Jade 是今年二月才正式加入DFC行列的 然後我自己覺得就是我們現在的團隊 包含我自己就是Kate很勇敢的一個決定 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 她做了一個就是公開的招募 我們是她勇敢的成果之一這樣子 那我是台下社會系畢業 然後從今年二月以前在偽創人文基金會當任專員 然後平常業餘時間會在SuperKate當講師這樣 耶我們有學員 對然後 就是我在想要講就是DFC的勇敢故事之前 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我們今天會在這邊 就是 其實我 從上個工作其實學到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偽創人文基金會 它其實是一個大企業裡面的基金會嘛 那我那個時候就毅然決然的決定 想要從一個 就是每年有幾千萬資金 不是我自己那個個人的薪水 是基金會有幾千萬資金 然後可以做一些好事的單位 然後要轉換到一個 就是每一餐每一個專案每一個活動 我們都要自己就是一點一滴的去募資的協會 那那時候因為我覺得我真的對教育還有很多很多的熱忱 所以 而且 就是我剛剛看到那個30秒的影片 就我剛剛在旁邊又起雞皮疙瘩 就是原本都遠遠的看著DFC的夥伴做的很熱血的事情 就一直就是夢想說可以加入他們 那就當我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其實我們家人就出了兩派的聲音 有一派呢就是期待那個穩定收入派 就說哎呀你原本這個地方啊 你就是衣食無憂 然後你又可以做你覺得還不錯的 至少是做善事嘛 那就是而且我們家現在又有貸款壓力 是不是應該就是再想想看 但好在我們家還有另外一點聲音 他就說呢 那想做夢想去追啊 你現在那麼年輕 你不現在做什麼時候 那最後呢 其實是你的心會告訴自己答案 那我那天也在Facebook上看到一句話 是托斯卡尼燕陽夏那個電影裡面的一句話 他說若要前行就得離開你現在停留的地方 於是我就加入了DFC 現在就是反正就是開始 就是一起掉到坑嶺 然後一起重新練習爬起來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三個我們今年 我們自己覺得今年勇敢的地方 因為都是我們三個第一次的故事 首先呢 大家看到 我被遮住了 安心我本人在這 哈哈 就是第一 就是第一個 第一件事情是 我們從今年開始 就是DFC成立 邁入第五屆的時間 那我們終於就是可以 比較有制度 有系統的 就成立一個團隊 那我們現在很努力 而且承諾 就做到說 每個月都可以 給我們這些夥伴有一些 津貼的回饋 他談不到 談不上22K 因為就是大家都專案 但是 就是我們努力的至少讓 就是 因為我有一天問一句話 他說就是當你做值得的事情 對的事情 其實你就會得到因而報仇 那我就報場 那我覺得因為Kate 她有這樣子的努力的目標 所以就是她是我們這個 勇敢的士忌 後面一大推手之一 那也同時也要感謝 現在開始有一些企業 他們其實開始認同我們的理念 他除了支持我們做的專案 做的活動 進行推廣DFC的一些計畫以外呢 他更願意支持這群在做事情的人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些 就是資金是有企業在定期的支持 就我們都非常感謝 會繼續努力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三天前 有沒有覺得這個地方很眼熟 就是大家現在在的地方 我們也要感謝 卡士達創業加油站 他收留了我們 這是我們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的辦公室 我們新的總部 所以大家以後 如果來卡士達的話 也可以順便拜訪一下 DFC交流一下 那我們就很努力的 繼續再往前走 這是我們第108次的例會 這樣子 那其實DFC裡面的團隊 夥伴都一直把DFC 一直I can的精神 放在自己的身上 那我在講下一個故事之前 想要詢問大家一下 review一下 大家還記得 DFC的四步驟 是哪四個步驟嗎 感受 好棒喔 給大家掌聲鼓勵一下 太厲害了 所以從現在開始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DFC 甚至我們可以去帶更多的孩子做DFC 就題外話一下 我們曾經討論過 雖然說我們想要推動的是改變世界的小推手 但是我們覺得DFC這次步驟是0到99歲都適用的一個 就是改變世界改變問題的方法 那所以接下來這個故事呢 是這樣的 就是大家知道印度的發起人 那個Kieran 他其實從兩年前開始 就每年會辦理一些 就DFC國際的年會 就讓各個國家 就是在他們當地 做了一些改變世界的故事的孩子呢 可以到印度 然後一起做一些進行交流跟分享 然後大家 所以其實我們在去年兩年之內 我們很努力的募資 然後找一些金主幫忙 找一些航空公司等等的 所以我們曾經 就連續兩年帶台灣的孩子 就是可能一組到兩組的孩子 去到印度做這個交流 那這個交流其實對孩子很棒 那我們的夥伴也覺得很珍惜這樣的機會 但就在印度的那個地方 我們的夥伴就感受到了 他們覺得說 我們這麼努力 募資了大概半年的時間 但我們最後只能帶兩到三位的孩子 去到那邊做交流 做分享 然後我們也發現 還要包含我們自己成長的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就是孩子的 華人世界的孩子啊 總是比較 可以講謙虛 但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其實我們比較內斂 所以通常就是 到了一個新環境 我們跟對外的交流 其實我們覺得 在華人孩子的自信培養上 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這是我們那時候感受到的 所以我們就開始想像啦 如果這個年會 可以辦台灣會怎麼樣啊 如果這個年會 可以講中文的話 會不會台灣有更多的小孩子 更多年輕的孩子 可以一起來做交流 於是 我們就實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們 已經在左手推行 我們就結合了 中國 香港 澳門 各地區的DFC團隊 一起 我們已經決定好 時間跟地點已經決定好了 就是我們要辦了一個 叫做同心創意行動節的活動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 華人的DFC年會 叫做 Sea of Change Sea是那個South East Asia 就我們希望 以後除了中港澳台灣以外呢 可能任何講中文的國家 新加坡啊 馬來西亞啊 還沒有DFC地方 都要趕快成立DFC 然後加入我們那個 就華人世界的DFC分享 然後在今年呢 12月14號 我們會在松菸 松山文創園區 辦理這個活動 那我現在跟大家分享 就希望大家可以來當我們的志工 或是當我們的聽眾 在台下為這些華人世界的孩子 改變世界的小推手 就是對他們有很大很大的鼓勵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有第三個 我們今年也是非常勇敢的一件事情 我想要請問一下 在今天之前已經聽過DFC的夥伴 可以舉手讓我知道嗎 哇 其實還不少戲的 那請問你已經加入我們粉絲團按讚了 有沒有 哇 也有一些好戲的手請放下 那如果是我們Facebook粉絲團的夥伴 可能會覺得最近我們粉絲團上 有一個東西好像在洗版 一直不停跳針出現的那個東西 就是我們的 欸 這個是我們 對不起 這個是我們那個中港澳 這個是 中國香港澳門的夥伴 對 這是Sea of Change的第二張 我們要告訴證明大家 我們真的有在 已經在努力了 對 然後這個是我剛剛講的 群眾募資 我們從3月19號 也就是立月被佔領的那一天開始 一起就是上線推行我們這個群眾募資的計畫 那很感謝金鐘看的報導 還有他們跟Flying V的合作 就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在 大概一個禮拜內吧 決定 好啊 不然我們就來做做看這個募資好了 其實很重要的事情是 這是我們第一次 對外做群眾募資 因為 就是我們 其實我們有個目標是 我們希望全台灣的孩子 在成長過程當中 都可以至少經歷一次DFC 因為這會給他們很大 相信自己的力量 所以 我們辦了這個 然後我們在一個禮拜之內 馬拉松式 因為我們夥伴有人習慣 早上工作 有人喜歡半夜工作 然後那個時候 剛好Kate人在印度 我們還用了國際間的時差 來把這個專案寫起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就上去幫我們看看 然後如果有任何 就是要修改指教的地方 也都歡迎隨時告訴我們 那其實這個東西呢 到現在 今天 此刻為止 我們都還不知道我們會不會成功 所以它是一個就是 如果我們能夠在 5月14號之前 集資到我們的目標的話 我們就可以 把這支經費 這支經費 拿來辦我們的 明年的分享大會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我們可能就要重新的另外募資 所以 真的拜託大家可以幫我們 多多分享一下這個資訊 對 那最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句 就是支持我們的話 就是馬丁路德金恩博士說的 他說呢 信念就是 即使你看不到這整條樓梯 長什麼樣子 但是你還是願意 跨出第一步 然後 再把先交給Kate 好 我們第一次 Jade的第一次 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好 所以最後呢 要跟大家講 DFC呢 國際發展曾經 我現在都可以很開心的講 但其實DFC在一開始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辛苦 跟所有團隊一樣 那我跟Karen Skype的時候 她曾經跟我說過 我邊哭 她邊問我說Kate 做DFC 在台灣推廣DFC 跟所有的夢想一樣 沒有人說很容易 但是會很值得 請你一定要堅持你的選擇 繼續加油 那我也想要給所有在場勇敢的人 跟大家分享 我們曾經在追尋夢想的路上呢 被人家嘲笑 被人家懷疑 然後自己很難過 但是呢 這個羅斯福總統 他曾經說過一句話 影響我很甚 他說 榮譽跟功勞 並不屬於那些坐在一旁 評論你的人 榮耀要獻給那些在競技場裡的人 他們的臉上 滿載著灰塵跟血汗 即便他們有錯 有缺點 但是這些人 為了自己的目標 勇敢的 熱情的投入 奮鬥著 當他在競技場裡面的時候 最多他勝利 但是最糟的情況之下 他會失敗 不過 他面對失敗的時候 無所畏懼 他的靈魂跟那些冷漠的膽小 而且沒有嘗過失敗 或是勝利滋味的人 差的可多了 好 所以最後想告訴大家 勇敢的莫忘初衷 就跳下去吧 加油 那大家 這是我們的知識 歡迎大家支持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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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